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因为心脏病 我与这几位先生除了王康以外 王康我经常看他的文章和他的一些视频 但我们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交往 我与丁建强先生的这个见面 是在2019年60 30周年的时候 雕塑家陈维明先生来纽约 陈维明是我的好朋友 我请他和他妻子吃饭 丁建强先生也一起参加 当然还有其他的几位好朋友 在其他期间我与丁建强先生进行了一个交流 当时他身上已经病比较重 但是能还是很乐观 我与王测先生是有多年的交往 2019年下半年我还向他约稿 但是他告诉我自己心脏病复发很严重 几天前我与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民运人士 进行了一个电话交流 我向他问候新年 他谈了一些感受 他对以上去世的民运人士都感到很悲伤 他告诫我了要珍惜生命 他说自己写了上千篇时政文章 但感觉了因为他到了人生末年 对推动中国民主化觉得作用并不大 觉得自己虚置了时光 他说自己非常感慨的是 没有能够写出像卢梭一样 社会契约论 罗克的政府论等等 一样伟大的书籍 现在想写但是感觉到精力不够了 所以他劝诫我了一定要珍惜时光 他说你做了那么多视频 写了那么多文章 可能十年以后已经很少人还记得 所以我对他这个提醒和建议 我还是心存感激的 这两天我还和另外一个朋友进行了交流 他告诉我了他要写一部一百年后 人们还在读的文章或者书籍 所以他跟上一位民运老朋友不同 他比较积极 但是在这个问题我跟他也进行了一个交流 我说了当然您这种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 我非常欣赏 但是我说了即使一百年后有人读你的文章 但是一百个读者会有一百种不同的理解 因为书就是要传承自己的思想 那么很可能你的思想就被误读了 其次就是一百年后或许会有人来质疑 说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伪书 比如说我们说上古式的上书 其实很多人认为他就是一个伪书 还有很多对作者都保持质疑 再一个就是即使以上情况都不存在 也没人质疑 你的思想传承得也很好 但是突然出现了自然灾害 火灾地震和其他的 你的书都被毁掉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伤心的事 但是历史上确实存在 我们可以说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很多书 但是能够流传下来的 其实很少 我们说那个唐诗全唐诗 那很多啊 很多唐朝人都写诗 宋朝人写词 但是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 其实微乎其微 我说了以后了 他觉得也有道理 他也感觉到啊 有点忧虑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写了上千篇文章 临到啊 生命中了的老先生 他感叹了浪费了时光 有志写出不朽文章呢 但也很忧虑 不能把握深厚的事 这一个问题呢 直到我们思考 就是怎样的人生 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 我记得啊 钢铁是怎样炼成了 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啊 很多人都有这个记忆 对这本书啊 奥斯托洛夫世纪 他曾经说过 人最宝贵的生命 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回忆往事 他不应虚度莲华而懊悔 也不应卑微庸俗愧 至于后面什么 为解放权的内务 我觉得那是胡扯 那我们就不说他了 他这句话呢 就是前半句啊 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我们怎么 在我们人生终了的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浪费时间 我们没有因为自己 做出了很多事 而感到羞愧 如果是一个基督徒 他说哎呀 我不能够两手空空去建筑 怎样的人生 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以从哲学 心理学 伦理学 很多方面去思考 我那只能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结合自己的一些人生感受 第一呢 我认为 人无法把握过去 也无法控制未来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 因为人很有限 过去的事情就成为历史 未来的事情 我们可以期待 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握掌控 所以懊悔过去呀 其实没什么意思 因为他已经过去了 当然呢 就是忏悔 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文革期间 你这个殴打老师和做出了一些事当了红卫兵 你到了人生的晚年进行一个忏悔 或者对受害者的家属表示一种 一种忏悔的慰问 我觉得这还是有意义的 我们说未来 未来问题是我们无法掌控未来 是吧 你是否写了名垂青史的书 由后人来评书 你可能认为没有意义 你说这本书啊 其实没什么大的很大的意义 但是未来社会可能认为很有意义 有趣的是呢 大多数的书啊 在当时写的时候 这个作者其实并不是为流芳百事而写的 比如说联邦党人文集 就是在这个要制定宪法呀 这个过程之中大家进行讨论 来解释为什么 所以他形成了一部不朽的著作 像洛克的政府论 还有这个杰弗顺 他写的独立宣言 是吧 还说有些权力是不能转让的 比如生命啊 自由啊 追求幸福的权力 并且说了 能建立政府 是为了追求一种安全 一种福祉 但是如果一个政府 背离人民 人民就有权力去推翻他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 他们写这个问书的时候 绝不是想自己啊 这篇文章成为不朽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河南印象派大师 房高啊 现在这个不得了 他的这个一幅画可能上亿美元啊 比如说他的新叶啊 向日葵啊 在很多啊 这个展览馆啊 你都可以看到 当然有的是复制品啊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 就在艺术馆啊 看过他的这个几幅画啊 感受很深 呃 他最著名的作品呢 多半他是他在 呃 生前最后两年创造的 呃 这个七仙呢 其实房高的作品呢 没什么能关注 并且他自己啊 现遇到一种精神疾病和贫困之中 呃 最后他是在37岁那年呢 他自杀了 他为菲利克斯医生呢 画了一幅肖像 但是后者啊 就是这个医生呢 不太喜欢 因为他是印象派嘛 呃 他并不是追求了一种 特别逼真的 呃 一一种画 所以用他干嘛呢 用他修了基隆啊 而后来也转手给他人了 但是呢 呃 房高最后 突然在后面啊 呃 约干连以后被人家认死 所以赶快要从基隆啊 和从别人家里把他要回来 因为这个这幅画就非常值钱了 现在这幅画呢 现在收藏于普希金的博物馆 我们还说呃 比如说金平梅啊 金平梅这幅啊 他的文学艺术 他不亚于啊 红楼梦 甚至比他还要超越 当然里面有很多色情啊 能信誉的一种描写啊 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 他描写了世纪能物 呃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 应该说有特殊的地位 他的作者是谁了 呃 上面写的是南宁笑笑生 但是南宁笑笑生是谁了 谁也不知道 严格说呃 这部作者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当然有不同的分析和有一些猜测啊 也就是一部名垂千古的著作 他居然这个作者呃 现在我们不知道是谁 我们也可以断定这个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会呃 这部著作会成为唯一部不朽的著作呃 所以说呢 就是说很多事情呃 不是你有意去呃 想成为不朽 而是无意之中历史让他成为了不朽 第二点呢 就是人生的意义啊 取决于自己的感受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人生到底有意思还是没意思 实际上是有利自己说了算 但是我们要分析起来啊 能对意义呢 可以分为自己的评价和社会的评价 因为我们毕竟处在社会之中嘛 呃 你觉得没意义啊 你说我这人生的虚致啊 浪费时光 这一生啊 活得没没没什么没什么意思 哎但是社会认为你活得很有意思 是吧 你比如说方高 我上面说的 呃 他他精神有问题啊 他最后他喜欢上一个纪律 那个纪律 哎你的耳朵很好 他说那那他回去把耳朵割下来 跟他寄过去 是吧 当时我想他也觉得自己的生活没什么意义 但是他的话啊 大社会认为很有意义 你有时候觉得很有意义 就像我以上说的啊 有些作家 我写一部不朽的著作 哎 但是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社会认为你这部书啊 没什么价值 或者很不幸他就他就失传了 啊 在这里呢 我想跟观众朋友分享个意象 其实这个意象啊 一直沉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时常会在我的眼前浮现这么一幅画面 也就是一个村庄 一对兄弟 兄弟呢 这个弟弟呢 当了将军 经历过千百次战争 最后呢 九十一生 离下了赫赫战功 然后到了生命的终点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而哥哥呢 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家乡 就在农村里 这个农作呀 照顾家庭啊 两个人最后同时在一个院子里晒太阳 那么我们来说 从表象来说 他们好像是一样的 最终他们都会死亡 可能两个坟儿 也兄弟两个在一起 但是从他们的人生经历来说呢 那肯定是一个跌宕起伏 一个平凡 但是最终他们会走到同一个结果 所以说到底谁有意义 是将军有意义 还是这个农民哥哥有意义 其实我们有时候还不太说得清 我的感觉啊 是这样啊 就是有没有意思 在于你自己的感觉 你认为自己的一生 我觉得很满足 虽然没有创造什么 第三点呢 我认为啊 就是人啊 要有理想 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人有理想就会有希望 就会去珍惜时光 就会去创造 他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啊 很有意义 充满了激情 我们很多朋友都看过美国的一部电影 叫肖森克的救赎 讲的一个银行家 因为被法官误判 说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然后呢 他在狱中复兴 19年 最后呢 他用一个小小锤子啊 挖了19年 最后成功越狱 最后 生活在他虚构的啊 当然这个地方确实存在 叫支华塔利欧 这是在 这个墨西哥啊 一个一个小镇啊 明海的一个小镇 他得到了自己的自由 所以他整部电影 其实讲的就是 希望和自由 所以人为什么要有理想 因为有理想 他就会有希望 这个安迪 他希望未来能够得到自由 他所以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最终成功了 是吧 如果说你没有理想 很难 有有希望 你就会很失望 很消极 最后可能就感觉到自己 一生没什么价值 就很悲观 所以我的看法是 不要让过去和未来成为你的包袱 因为这两者你都把握不住 你能把握的 其实就是当下 所以说呢 要为理想而活 做有意义的事 自己喜欢的事 至于说当个农民 当个传教士 当个总统 当个作家 当个将军 当个很普通的画家 摄影师 摄影师 我觉得都可以 只要你有理想 想做自己 想做的事 我觉得就很好 当然了 我们这里要说 因为理想 他也要分 有些人说 那我像希特勒一样 去统治世界 去屠杀犹太人 我觉得这就应该不叫理想 因为这个很反人类 它是一种很低下的 我觉得理想还是应该高尚 应该爱世界 也爱世界 让这个世界好起来 一种善良的愿望 追求一种美好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理想 第四点 我认为不要好高骛远 立足于当下脚踏死地 因为你的目标太高远了 常常就会自暴自弃 怨天尤人 实际上你就不做了 你就说 有些人常常一谈 非常高的理想 但是你会发现 他什么都没做 所以我觉得 不要去想什么名垂青史 其实要把自己的位置 理想的位置 把它降下来 就像耶稣一样 耶稣是道成乐生 来到人间 实际上他就是神 也是神的儿子 三位一体 但是他降生在马朝 传道 最后被人鞭打 污辱 丧失之下 他始终要完成 他的使命 为人类的救赎 所以他跟弟子洗脚 他做了人类最卑微的事 但是他最后被人们万事惊养 所以我觉得就是立足于当下 一点一滴去做 不要坐在家里空想 当然你说空想能够成为 把它写下来成为一种思想家 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不要就是耗费时间 有些人就是经常埋怨 所以民运30年大事无成 我对这个问题 我常有一种想法 什么是民运呢 民运是一个组织吗 民运是一种理想 或者是一种事业 我们应该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你如果追求民主自由 你就是民运人士 那么怎么做呢 我觉得哪怕转发一些启募文章 参加一些抗议活动 做一个视频访谈 或者写些你的经历 你的书 与国内的朋友打个电话 鼓励一下他们 再一个就是 有一些国内的民主人士 他们的入狱 这就很多了 比如说高智正 比沈良庆 还有很多 那么我们的力所能及 哪怕对他们的家属 捐点款 喂喂一下 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说了 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能去做 做一个行动者 就是光去想 光去抱怨 说别人不行 其实不如你自己 力所能及 能做点事 那举个例子吧 你比如说了 河北 施家庄 因为疫情呢 又被封城了 所以他重演了 武汉封城的悲剧 但是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来看到呢 就是我们几乎看不到 这个也不知道 和施家庄 封城以后的情景 因为在武汉 是非常惨烈的 当时交通啊 整个都停了 我的两个朋友啊 因为就是 这个没心脏病发了 是吧 但是没喝高血压 因为没有办法去就医 因为那个救护车来不了 都各个地方都封锁了 最后在家里就死去了 当然他们不会被计算到 死亡的人数里面 但是他们确实是因为 这个新冠疫情 这一种封城 这一种野蛮 最后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就医 如果是采取纽约这种方式 一种软风 我想他们应该都会 现在应该还在世上 但是很遗憾 但是施家庄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了 我们不知道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张展了 陈秋实啊 方斌啊 李泽华 张展已经一审被判四年了 陈秋实 方斌都不能发声了 这些公民记者 都被中共打压 控制了 所以说里面 再多的黑暗 我们也不知道了 再多的血泪 也没有办法帮他们去呼吁 让他们倾诉出来 所以我说了 武汉是一座悲城 施家庄就是一座死城 源于我们的暴行者过于冷漠 大家可以想 谁关心过张展 陈秋实 方斌李泽华 很多包括武汉的人 其实都是关心自己 甚至会对他们进行嘲笑 就说方斌吧 方芳 说方芳 方芳写的方芳日记 曾经在里面有个场景 就是在汉阳有个女儿 因为她妈妈得了新冠肺炎 没有办法就医 她在那个阳台上敲锣 就说救救我们吧 实在没有办法了 后来呢 最后政府啊 跟她安排了救治 但是当她痊愈以后 她现在怎么样呢 她相反去辱骂嘲笑方芳 所以这种冷漠就让人非常心寒 我们的古人说 不能让为众人暴行者 冻璧于风雪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这些暴行者没能关心他们 最终他们都冻璧了 那么换来的是什么呢 换来的是彻骨的寒冷 因为没有人能够再去关心石家庄 从网络上出现的一些视频 也基本上是大外宣啊 或者说是国内党宣 他们发来的一些视频 所以我们看不到历史的真相 也就是说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想有一个 自己充满激情的人生 我们想对自己的一种理想去实现它 我觉得可以从小事做起 就像张展、陈秋实、方斌一样 同时呢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发声 当他们身先领域的时候 我们要去救助他们 而不能说一种冷漠 一种旁观 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 就陷入一种没能关心的基地 好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呢怎么样摆脱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 让生命呢春意盎然起来 生机勃勃 我觉得可没有这么几点 我们需要去尝试 第一呢就是能无法回到过去 也无法控制未来 但是我们可以把握现在 第二点呢就是人生的意义啊 其实取决于你自己的感受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 为梦想而去努力 第四呢就是不要好高骛远 立足于当下 不问收获 只问耕耘 好以上啊就是我 对人生的一种意义的一种探索 或者一种想法 跟大家交流 我也不知道呢这个节目 这种内心的节目 大家是否喜欢 因为呢我们一般我们都是关注于实证 所以我想呢进行一个尝试 看这种节目 这种内心的节目 大家能否接受 好谢谢您的观看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